蔡其昌特助發文的事件 那外界呼籲要徹查 那請問院長的態度 蔡其昌的助理所講的是 在校園兒童施打輝瑞疫苗的數量 而台中市政府講的是 全台中市小朋友打輝瑞 跟莫德納疫苗的數量 那在疫情當前資訊很多 昨天他們雙方都已經有對外說明 互相了解就好 最最重要還是在第一線 施打人員最辛苦 譬如我們台中農總 陳院長帶領第一線醫務人員 就連端午假期連假 大家沒有休息 都為我們的兒童服務 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對抗病毒 一起在這個疫情最後的關鍵戰役 我們希望能夠很快取得勝利 這一路來 都是大家全國同胞一起努力 走得這麼辛苦來 不一定都能做到一百分 但是只要我們再能忍耐 再多努力 再大家一起多合作 相信很快的就能戰勝病毒 就能打贏這最關鍵的最後戰役 盡快的回復正常生活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